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聚焦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 首先,阿娇最近出席活动时的生图引发了大量讨论 网友们对她的身材管理提出了质疑 甚至有些人表示无法接受她的变化 接下来,央视新剧《上甘岭》首播后收视率突破1 这部剧以其真实感和精彩的演出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成为近期的热话题 最后,刀狼的演唱会上出现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粉丝 虽然他未能抢到票 但依然在场外跟着歌迷一起唱 展现了音乐无国界的魅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报道 周扬青近日在直播中爆料叶科参加了一个名媛培训班 学费高达200万 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在于培养女性的名媛气质 帮助她们实现高价梦想 周扬青表示 她并不是名媛 但听说过这样的班级 强调其存在的普遍性 网友们对此纷纷热议 指出叶科与同班同学的相似之处 甚至有人调侃 他们的拍照姿势和背景如出一辙 名媛班的课程内容包括外形调整 社交技巧和贵族运动等 甚至有现金奖励机制吸引了不少女性报名 尽管课程昂贵 但仍有不少家庭条件不佳的女孩 为此借贷 显示出这些培训班的商业模式已相当成熟 在另一篇报道中 腾讯介绍了央视新剧《上甘岭》的首播情况 这部历史战争剧经过两年制作 投资高达2.5亿元首播当天便取得了全国收视第一的好成绩 剧集围绕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展开 展现了志愿军在绝对劣势下顽强抵抗的故事 导演通过两个视角来刻画战斗的紧迫感和士兵的决心 展现了志愿军将士的英勇与牺牲精神 剧中不仅真实还原了历史事件 还通过人物故事传递了深刻的情感 向观众致敬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 最后腾讯还报道了吴锦岩主演的古装全谋剧《春花燕》的热播情况 这部剧以复仇为主题 讲述了被陷害的皇子与女杀手之间复杂的关系 故事情节紧凑 反转不断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感受到强烈的代入感 剧中女主为了复仇而加入秘密组织 男主则在暗中布局 两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与全谋斗争构成了剧集的主要看点 整部剧结合了复仇 全谋和爱情等元素 深受观众喜爱 央视新剧《上干领》首播后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收视率迅速突破1.9 显示出其强大的吸引力 这部耗资2.5亿的大制作以全景式的方式再现了《上干领》战役 讲述了志愿军战士们在敌军强大攻势下坚守阵地的壮烈故事 剧中不仅有宏大的战斗场面 还有对战士们精神力量的深刻描绘 角色如段显峰 黄轩世和胡满仓 潘彬龙等人 展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勇气与信念 让观众感受到那种令人动容的民族气节 在演员阵容方面 《上干领》同样不容小觑 实力派演员如王雷 冯绍峰等都在剧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王雷饰演的秦基伟将军 凭借其沉稳的气场和细腻的表演 完美诠释了角色的复杂性 黄轩则通过段显峰这一角色 将文人气质与军人坚毅完美结合 令观众印象深刻 潘彬龙和冯绍峰的表现也同样令人期待 整个演员阵容的强大为剧集增添了不少光彩 总的来说 《上干领》不仅在剧情上真实而感人 战斗场面也极具震撼力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更是让这部剧成为了今年的黑马 随着剧情的发展 如果能够保持开头的高水准 这部剧有望成为一部真正的爆款 继续在观众中引发热潮 腾讯报道 美国饶蛇巨星Yad 原名Khanye West 最近因前助理Lauren Pistiotta的指控 而陷入性侵丑闻 成为舆论焦点 Lauren在法院文件中揭露了Yad的荒唐行为 包括对其岳母亚历山卓的性幻想 以及利用商业合作进行性交易的指控 甚至声称Yad办公室里设有炮房 这些指控不仅让Yad的公众形象崩塌 也引发了对其家庭背景的讨论 尤其是碧安卡的父亲 曾是澳洲黑帮成员 令人对他们的婚姻选择产生疑问 随着案件的审理 Yad的职业生涯面临严重挑战 在另一则报道中 向左和郭碧婷的新电影《门店宝地》 在上线后迅速走红 尽管仅在院线放映九天 便被转至平台观看 向左在片中展现的搞笑演技 和奇特造型引发观众热议 网友纷纷表示 难以理解郭碧婷为何会选择她为伴侣 与此同时 郭碧婷在生育后恢复良好 成为两娃妈 仍保持迷人风采 令人赞叹 文章还提到 现代女性在生育中面临的挑战 强调了生育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影响 引发了对母乳喂养 与奶粉喂养的讨论 认为女性应有选择权 抵制传统观念的束缚 腾讯的另一篇报道 聚焦于陈晓主演的古装剧 云香传2的开拍情况 剧组在发布开机物料时 陈晓 毛晓彤等主演奇剧 展现出强大的演员阵容 毛晓彤在剧中饰演女主角 其灵动的古装造型 和独特的角色理解 备受期待 新加入的女配团 也都是颜值与实力艰巨的古装美女 尤其是程潇 刘歇宁和李一同等人 给观众带来惊喜 整体来看 云香传2 凭借其强大的演员阵容 和精彩剧情 有望成为未来的热播剧 引发观众的追剧热潮 腾讯报道了 肖敬腾与妻子林友慧的婚礼 展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爱情 尽管两人相差14岁 林友慧在婚礼上 动情地说出自己的誓言 表达了对未来的承诺 令人感动 肖敬腾在婚礼上公开告白 强调了自己对林友慧的爱 称她是自己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人 两人从相识到相爱 已长达16年 肖敬腾的成功 离不开林友慧的支持与帮助 正是她帮助她在音乐事业上 崭露头角 婚礼的仪式感 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坚定 岁月并未冲淡他们的情感 反而让彼此更加珍惜 在另一则新闻中 大蓝英古市言论被封杀后 宣布将开启网红孵化计划 试图重塑自己的形象 尽管遭遇封杀 她依然不甘心 表示希望能帮助别人 打造成功的网红人设 这种对待失败的态度 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许多人质疑 她的真实意图 以及她之前成功形象的真实性 大蓝的经历提醒我们 网络世界的风云变换 成功与失败 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而如何在逆境中重新站起来 才是考验一个人的真正能力 最后 刀狼在南京的演唱会 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的歌迷 展现了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尽管这位俄罗斯歌迷 未能抢到票 但她依然怀着热情 参与现场气氛 与其他歌迷共同唱歌 展现了音乐无国界的魅力 刀狼的歌曲 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她的坚持与努力 让她在音乐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次演唱会 不仅是对刀狼音乐的认可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 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显示了刀狼作为艺术家 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力 腾讯 在国产影视剧中 关于中产阶层的描绘 逐渐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争议 近期的《逆行人生》和《凡人歌》 都围绕中年男性的职场危机展开 展现了他们因裁员 而不得不转行做外卖骑手的故事 这些剧作试图通过精英的跌落 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然而观众却察觉到 创作团队对外卖骑手 这一职业的隐性偏见 导致了叙事视角的不平等 虽然剧中展现了 中年人面对生活压力的艰辛 但在观众看来 这种叙述仍显得疏离 未能真正触及到 现实的深层次问题 腾讯 在另一边 43岁的阿娇因身材变化 引发了广泛讨论 尽管她在活动中身穿精美礼服 展现了曾经的美丽 但生途中的身材 却让网友感到失望 阿娇的变化 不仅仅是外貌上的 她在演艺事业中的表现 也受到质疑 虽然她在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一度回归巅峰 但随后的表现 却显得力不从心 舞台上的状态和唱功 都不如以往 网友对她的态度 和业务能力的下滑感到不满 认为她未能对观众的期待 给予足够的重视 阿娇的经历 反映了娱乐圈 对女性身材的苛刻要求 以及观众对明星职业素养的期待 腾讯 最近 央视推出的战争题材剧 上甘岭 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该剧通过真实的战斗场景 和细腻的人物刻画 展现了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英勇斗争 尽管这一题材在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 但上甘岭 通过生动的细节描绘 和紧凑的剧情推进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更是为剧集增添了不少亮点 王磊和黄轩等实力派演员的塑造 使得角色更加鲜活 该剧不仅在收视率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也为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 树立了新的标杆 观众对其后续发展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